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您可来着了啊 今天给大伙带来炒太阳 看一看 东北的农家菜馆和面馆 最火爆的一个下饭菜 酱炒花生 这花生咱们提前用清水 就是冷水可以 吹泡一会儿 把花生米给它泡透啊 料头咱们切点姜片 切点大葱 两根根椒 用刀拍一下啊 切成段 把锅烧热 咱们加一点这个东北的笨炸大豆油 把油烧热 咱们放点这个碎起大料瓣 把大料瓣给它炸香 然后放入大葱和生姜 黄豆酱油加入一勺 把黄豆酱油的此香味炸出来 咱们下着花生米 简单翻炒两下 然后放点老抽提次 然后加点清水 好 用花生持平就行啊 烫烧烩之后 咱们放入精盐 鸡精白糖调味 然后加点蚝油 油味增鲜 再放点十三香 增加符合味 然后咱们调成中火 把花生给它煮熟煮透 把汤汁给它收浓 然后这一关咱们放入辣椒 把辣椒放锅里边 如果愿意吃芹的 往里边放点芹的也可以啊 都一人而异 像花生豆啊 春哥整整是保持中火 就让能有十多分钟 看见了吗 哎锅里边的汤汁比较浓稠了啊 不刮烂了 这工咱们把炉火的烧味调大一点 哎 咱们把这个汁再收一收啊 这样花生也会更入味 时不时 咱们翻一下大勺 看看朋友们 大火收汁的能有三分钟 看这锅底 拔了花生是锅底的 基本上没有什么汤汁了啊 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证明这个汁啊 全包裹这花生豆上面的 要不花生米的你吃的没有味啊 就得到这种状态 好 咱们装盘 哎 家庭版本的酱花在那做好了 看一看 看到没 这种颜色啊 非常有食欲 尝尝味道照样啊 嗯 就是那个味啊 咱们酱这花生米吧 口味稍微偏重一点 因为啥 毕竟咱们拿它当咸的吃啊 就点馒头啊 就点面条啊 或者是就点大米粥 哎 吃这花生米 一定是嘎嘎的 那么好 视频到这结束了 如果今天这道家里面美的 酱花生豆 能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帮春哥 只好得再加关注 在这里边 先感谢家人们支持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